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那在这个礼拜呢 比较新闻的性来讲的话 其实都还好 那当然这禽流感现在在云林地方又爆发出来 那我想在我们大都会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生活圈里面 可能禽流感这边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对于活体的这种鸡鸭或是鸟类禽类要特别的注意 那在这个1月13号苹果即时新闻里面 有一则是一个人事的异动的消息 就是我们台北市动保处严一峰处长 在这个在将近这个服务 在动保处将近30年之后呢 在这个月的16号也就是这个过两天呢 他就将要退休了 在这个严一峰在退休的这个处长 他退休他表示说 他从民国79年就进了台北市的动保处的前身 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做台北市动物卫生检验所 那个时候我们简称为动检所 他民国93年接任所长 然后在民国99年 我们动保处升格为 我们的这个动检所呢 升格为动保处 一直担任处长到今天 将近服务30年 30年其实真的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 很长的很长的一个时间 他在受访的时候也表示 他在公务机关呢 服务过那么久 其实也想过 他退休之后有个第二个人生 因为我们严处长 他具有兽医师的资格 他所以未来呢 他想从事于这个有关于兽医方面 或是参与NGO组织 做一些关怀动物的工作 我想其实我跟严处长 配合非常非常的久 我个人本身在97年到103年 担任台北市受计工会理事长 那时候跟动保处 常常在密切的合作 办一些活动 我想最令我深刻的 应该就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我们有做了一个 台北市犬猫十大死亡原因 的一个调查 在这个调查的这个准确度 以及这个总共有 大概600多个case里面 的确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准确 也就是说在这个 第一名可能是在狗狗是肿瘤 第二呢是肾衰竭 第三呢是心血管疾病 这三个疾病在于这个狗狗的 这个十大死亡原因里面 的上下有时候互动 但是呢都脱不了这三个 这次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总而言之不管如何三十年就算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其实我对于原初长基本上来讲站在受议事 的方面 他的确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当然有功有包有扁 那自在就是说这个凭自己的评断大概就各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想法 但基本上我是给予正面的一个受议事在一个工作岗位做了三十年的公务员 真的也是不容易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则新闻 就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说过 就是这个伴侣动物 他在用药方面似乎有点问题 那其实呢也有一些网友私下问我一些问题 我想在这边呢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并的说明一下 首先我必须要说的 受医师我们所照顾的动物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伴侣动物 一个是经济动物 因此他在用药方面 也格外的不一样 因为经济动物将来有可能会在餐桌上的食物 比方说鸡肉猪肉牛肉等等 所以经济动物的用药 格外的谨慎小心 怕有药物残留 怕有一些毒性物质 那但是呢 依照通保法规定之后 伴侣动物是禁止食用的 尤其是狗跟猫 而且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此受医师 尤其是小动物的临床受医师在用药 就格外格外的欠缺的窘况出现 为什么有这样的窘况的出现呢 我先介绍一下 在欧美日国外的制度里面 它是同一个管辖机构 也就是FTA 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 它分为人药跟动物药两块 是属于同一个主管机关 可是在台湾呢 我们晓得在药物的管理 人用药物管理 是在卫福部 那动物药的管理呢 是在农委会 因此呢 当这两个这个不同的主管机关 他碰到事情问题的时候 往往呢 就是我们临床受医师 尤其是小动物的受医师 真的是一个受害者 那我们晓得 在这个动物诊疗机构 它并不是药室法里面 所认定的一个医疗机构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话再说白一点 就是药商不能卖药给动物医院 因为我们不是动物 就是在药室法认定的诊疗机构 所以只要卖给动物医院 那就是违法 那在过去呢 曾经也有 像一些很著名的卖点滴 或是说生产点滴的公司工厂 它出货给动物医院 而被罚了三万到十五万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呢 我个人觉得 真的是蛮状况是蛮多的 尤其是现在狗狗猫猫年龄非常的大 对我们对于老年动物的治疗 比方说像心脏病 一些肿瘤用药 一些洗肾等等 这的确真的是不足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非常非常乐意 而且也希望 大家来重视这样子一个问题 只要是伴侣动物 它将来不会变成我们经济动物 不会变成我们餐桌上的一个 食物的一个蛋白质来源的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能够适度更开放的 让我们小动物临床受益师 能够很容易取得药品 好 在今天的新闻当中呢 我们这样子来 跟大家分享这两则 接下来啊 这是非常非常热热闹的一个场面 我经理在一直在想啊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熊爸 也就是我们动物行为专家 熊爸在我们节目现场 来熊爸 杨医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呢 还有我邀请到另外一位 我们特别的嘉宾 这位嘉宾我们听众朋友 一定不会陌生 在我们熊爸之前 有一个节目 非常持续了很久的一个节目 就是阿茂阿狗逛大街 他那个主持人呢 秦胜呢 我们今天也特别的 我们call out给秦胜 因为他最近怎么样 养新的狗狗 养新的狗狗 我们来欢迎秦胜 秦胜 晚安 我是秦胜 杨医师晚安 熊爸晚安 诶 秦胜 诶 秦胜 诶 等一下 我觉得你们这两个人 就是来看热闹 看笑话的感觉 我们已经在外面 讨论很久 等一下要怎么 那个 诶 秦胜 秦胜 你跟我们听众朋友 打个观众 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晚安 我是秦胜 好久不见 对 好久不见 来秦胜 我想直接 直接就挑明的问 就是说在 我有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在什么一个机缘之下 你遇见了HAPPY 我想问你新养的那只狗狗叫HAPPY 来跟我们大家说 你分享一下 来 没有 其实在网路上 你其实很容易看到一些 送养文 就是我捡到一只狗 或者捡到一窝狗 然后我必须要 看有没有有心人 想要养狗的人去认养 我现在生活在花莲 那花莲也有一些流浪动物的团体 那有一些朋友就会 会把一些的消息 会贴在流浪动物团体 或者一些的社团当中 我就是在网路上 我就是在脸书上看到一只狗 那我就想说 其实那个机缘是一个 我不知道熊爸 或者是杨医师 会不会觉得 一些事情就是有个sign 就是说 因为那一天看到他的贴文 因为那天我们去看了汉汉 那然后对 我们就上山去看了 我们家的前一只狗 那在那一次的感受上面 好像并不会像是以前 你觉得有难过 就是你知道你的心境有在改变了 那那个时候是那个 在说在山上的心情 所以当晚上看到一只狗 那那只狗急需要别人把他认养 因为他总共是六只 那其他几只都被挑走了 被选走了 那就只有他一直没有找到新的主人 那我就想说 那我要不要养他 其实等一下 说到这个啊 要看到狗 要领养的消息 其实不会很困难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狗 需要领养 问题是他为什么会 想通要再养 其实这个被看走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知道吗 对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我当时就问他说 什么时候再养呢 这样 他说你算了吧 不要再提这事了 这样 他就完全就是不要 你知道吗 对 结果我在看到的时候 还别人跟我讲 你亲生养过了 怎么会突然转变蛮大的 我那天一大早起来 打开脸书一看 有一个叫happy的 对 OK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所以应该是说 到底为什么会突然间 又觉得可以再养狗 你知道 来说一下吧 这是个问题啦 就是说 其实来来回回 包括熊爸 杨医师啊 还有我们 比如说王丰大哥啊 这些朋友们 都三不五时 就丢狗的照片 猫的照片 你知道 主持啊猫 你知道 好主人很难找嘛 那真的要我们 好主人 对啊 对啊 然后就 常常就在 也在看 然后也在分享 然后三不五时 还会问我妹 后来我妹真的被我问烦了 他说 你到底要不要养啊 嗯 我觉得就是 你自己心里头 大概会有知道 说OK 好像可以养 时间到了是不是 对 我觉得就是时间到了 没有 我就觉得说 我好像可以养这一只 可是 我的那个态度 还是就是想了一个晚上 是说 我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养 我说实话 其实做阿妈 我逛大街做这么多年 然后又认识熊爸 又认识养医师 你知道 然后我们 还是有那个害怕 就觉得 我还要照顾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 将来还是有很多的 新的课题 包括还有说 生病的问题 包括后面的问题 等等的 我就在想说 我到底可不可以养 你想太多了吧 对对对对 我觉得想太多的那种人 他就想了 我想说 不管 反正就 隔天早上 就抛个讯息 就想说 就问那个主人 说后来那只狗 有没有主人 也有没有找到主人 他就说没有 那我就说 那我们见个面 然后我就看看 你知道有时候 心里还有一个后退路 想说 万一见了面 如果不喜欢就算了 嗯 我跟你讲 当你觉得要见面的时候 绝对不会不喜欢 对 我觉得 我后来后悔了 我觉得 不要见面比较好 对 没有 经常 他是什么样的品种的狗狗 他是一只米克斯 一只米克斯 可是我看照片 看下好像拉不拉多 像黄鸡的感觉 他应该是有 他应该是有混到 他应该是 因为我看他的那个身体 我们自己养狗的 都知道拉不拉多 然后看几种品种犬 我们大概可以认得出来 到底什么 因为我之前养的是黄鸡 所以我知道他不是黄鸡 对对对 但的确的确有那个 应该是有混到拉拉的协同 是 好 先生我想 因为就成如你刚自己所说的 你主持阿猫阿狗逛大街 也十多年了 那也认识了好多兽医界 或者说像熊爸这样子 甚至于这个营养的啦 什么等等 我问你 你自己用一分钟时间来说明一下 我们Happy的个性的特质怎么样 他耍赖啊 就这两个字 我们这样讲 会说狗会耍赖 主人呢 通常弹性都很大 因为会让他耍赖 你的经验谈 对所以他才会说他会耍赖 我觉得第二 人家说不是说养孩子一样道理吗 第二次是照猪养 烂烂烂养 我不是最多有不敬的意思 就是我对现在Happy的状况 就是没那么的要求 就是好啦你就这样 好啦你就这样 我觉得状况是这样子 没有 我也要趁这个机会讲一下 我们家熊山也是这样 亲生我跟你讲 待会你不要挂断电话 然后呢 待会我们广告之后呢 亲生我们持续 而且会开放现场call in 如果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有想跟亲生聊聊的 或嘘寒问暖一下 虚情假意一下都好 欢迎您call in进来 我们call in电话是 0283693398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ode 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 第一位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的行为专家熊霸 然后第二位呢 我们有call out出来 就是给我们之前 我们酒吧电台 阿猫阿狗逛大街的 黄金主持人 秦胜 喂秦胜你还在吗 那我在大家晚安 好我想刚刚我们 延续刚刚的话题 你说他的特质 就是一个耍赖 或是无赖之类的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他有什么 在这个相处的 这段时间里面 你会觉得happy 有什么行为上 或者你希望他怎么样 就是说 有没有这样子 碰到这样子的困难 或瓶颈 你就趁机问一下熊霸 对不对 当然了 他在这专家在这里 假公祭司一下 对 因为他很厉害了 当然如果我们现场 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想要跟秦胜聊聊的话 都欢迎您call in进来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来秦胜 好熟悉的call in号码 你再讲一遍吧 不要啦 不要啦 秦胜以前是一哥 不一样的 别这么说 没有啦 其实熊霸在 我也好奇想问 就是说 因为我领导他的时候 他太小了 才一个月 我后来有追问说 到底他大概多大 大概是一个月又五天 所以他跟妈妈的 而且那是到我手上 何况他跟他妈妈的分离更早 也就是说 他的妈妈的教养的 这个阶段是缺乏的 那在这个的过程当中 我领养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有那个严重的分离教育 还有一个事情 他的那个咬人的问题 他不知道那个轻重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 然后他常常会去追着脚 这样 你知道狗一旦长了牙齿 咬脚真的很痛 然后你又不能骂他 因为他还不是故意的 对 然后你就必须要把他搬开 然后他继续走 但他又追过来 然后又把他搬开 追过来 你知道就是 就是当你过了四十 然后开始要养一只小狗的时候 你就发现有种体力不足的感觉 哈哈哈哈 对呀 你开玩笑你 对呀 哎 其实我想请问 他知道他的名字了 他知道 他现在 现在就是我们有几个 跟熊爸跟杨医师长期合作嘛 我们都知道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要做 比如说过来 嗯 然后Happy 然后叫他 所以做假 那这几个 我们慢慢慢慢的交 我其实没有 很急的让他知道这些事情 反正就是潜移默化慢慢慢慢的交 嗯 对呀 嗯 OK 所以除了就说第一个就是有分离焦虑之外 另外还有就喜欢咬人 这两件事 对不对 对 好 来熊爸 因为就是太早离开 妈妈 还有同胎兄弟姐妹 所以呢 他会在这些 呃 当然本身他比较 会比较容易有一些紧张 呃 因为因为没有办法 呃 有妈妈这一些的情绪上的稳定跟安抚 所以情绪起伏比较大是会 那在这活动的时候呢 他也比较不会有分寸 嗯 因为比如说他在跟他同胎兄弟 或是跟啊 妈妈相处 如果他玩的比较啊 大力 咬的比较用力 那其他的狗可能会凶他 或者是不跟他玩 所以他会在这边去知道他的这个 呃 拿捏的力量的分寸 嗯 可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时期 嗯 所以呢 对他来说 他就是在玩这个游戏 可是这个游戏的力道 可能会让你痛 或者是受伤了 嗯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会有机会会让他 我们教就所谓的一些 让他知道所谓的疼痛的一些概念 嗯 比如说他玩一玩 动作太大 咬得太用力 那我们可能也会痛 嗯 然后不跟他玩 嗯 好 那这个痛 绝对不是跟他说 哎呦好痛 嗯 你可能是啊 哦 你会真的 真的就像小狗被咬到一样 哎呀哎呀 然后就 他觉得更有意思 啊 不是 你就不跟他玩了 嗯嗯嗯嗯 你就要离开或是真的很生气 让他知道这样我不会想跟你玩 可是听秦胜说好像是 Happy跟着他脚跟咬 对 那这个情况变成 刚刚讲的这情况是变成他很难去掌控 嗯 所以呢 如果他在地上像这样活动的时候 嗯 基本上我会用玩具来跟他玩 嗯 让他知道玩玩具我跟你玩 嗯 但玩我的脚我不跟你玩 哎 秦胜啊 你有玩具给他 嗯 你有玩具给他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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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领他的第一天 今天去买了两个玩具 对 哦 所以他要跟你活动的时候 我会拿玩具来跟他玩 嗯 他玩的很咬的很大力的时候 我就不会跟他玩 嗯 好 那另外我们会比较教 比如说啊 放在一个台子上 嗯 像一般像美容台啊 某一些啊 这个小桌子 有一个高度的台子 嗯 放上去之后 因为他比较高嘛 他不太敢乱跑乱动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教他 可以慢慢的摸他 给他吃一些小零食 嗯 让他去体会 其实静静的让主人这样痛 是很好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嗯 OK 好 这我过去有讲 其实就是要 感化他 哈哈哈 感化他 哎 金森 我现在 嗯 我现在有在做的事情 就是没事把他放到高台上 对对对 然后慢慢这样跟他玩 嗯 那那另外呢 其实真的要根治的很简单 就是你要多跟他有一些所谓的互动跟交流 嗯 那包含做简单的训练都是 为什么这样讲呢 当他开始跟你互动跟交流的时候 他会知道你的讯号讯息不会在脚上的 嗯 我们脚不会讲话 嗯 我们一定是嘴巴讲话 我们会有动作 会有样子 也就是说他开始跟你有互动 他眼神视线水平会越看越高 嗯 他就不会再看你的脚 嗯 因为小狗他看不高 他就看你的脚动来动去很有趣 当他会往上看的时候 他不会再咬你的脚 嗯 所以真的根治就是开始跟他做一些小活动啊 训练啊 游戏 他会知道他要看你 他就不会往下看 嗯 OK 那 有啊 我们就方式就是先让他做一下 然后跟他玩握手换手 嗯 就是手是抬高的一个游戏 对 不容易啊 他现在才80天吧 对不对 就是不到 对啊 差不多 差不多 不到80天 两个多月 两个月 两个月 嗯 他什么新作的啊 诶 不知道诶 我从查起 因为他本来是 他本来一出生的时候 那个主人 要把他们活埋的 嗯 啊 为什么 对啊 就他们说养不起 我绝对不是养不起的问题 嗯 对 但我不是 我没有去细救 我没有去问说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然后因为 反正挖洞 要活埋的时候 刚好 就是中途 中途刚好看到 就问他说 你在干嘛 嗯 他就说 他要把 就养不活这几只狗嘛 就是说要做这个事情 哦 所以也是因为 就是觉得说 啊 这小朋友既然都已经被救回来了 那我们就 嗯 也养养他好了 嗯 OK 还有 其实你刚才讲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分离焦虑的问题啊 他像平常 如果你到花莲台上班的时候 家里有人陪他吗 爸爸 诶 这尴尬了 我现在是带他一起上班 哈哈哈哈 真的吗 真的啊 那你在播音室的时候 他在干嘛 在下面跑来跑去 乱带小便乱叫 对对对 别害我 不要害我 不要害我 哈哈哈哈 没有啦 他就是在 还好就是录音室是不准他进去的 嗯 那因为这段时间 我的方式就是 我们知道分离焦虑的方法 就是你必须要用监听室的 去面对他的分离的问题 嗯 所以他即使有效 我就采取不做任何回应嘛 嗯 所以他慢慢的可以理解 就是他 比如说我进录音室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嗯 这段时间 他知道 他就回 他的书桌底下的那个小窝睡觉 嗯 所以这个倒还好 嗯 对因为他现在还在小嘛 所以他一天要吃那么多餐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就是跟着我一起上班 嗯 对 好 清晨啊 今天非常谢谢你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新的happy的一个饲养的经验 那我希望不会我希望这一年之后呢能够再来听你来数落一下happy到底有什么地方需要的 好不好的地方 OK 好好好 对我一定很乐意 对 谢谢啊 谢谢啊 清晨谢谢你哦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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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个还有在在广告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熊爸 嗯 像清晨这只狗狗他领养的时候35天 对 然后养了40多天 对 所以等于是70多天大 是 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蒙在开始教他 或者说我们听到朋友开始 比方说我们去认养狗 我们去购买一个心爱的狗狗 也差不多大概八十天左右 那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一个训练的时间点吗 呃 其实这样讲 每一个时期呢 他的训练的重点可能不一样 嗯 那大家常问我说那多小可以训练 其实一般来说啊 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可以训练 胎教就很重要 嗯 所以呢 这个妈妈的情绪啦 这个心情啦 环境其实都会有影响到小朋友 嗯 那小朋友出生大概 五天 嗯 也可以开始训练 五天的 哎 你不要骗我 我是受益师啊 五天第一个两个礼拜开眼睛 对啊 两个礼拜才听得到声音 是 五天你教他什么 其实为什么讲五天啊 因为一般出生前前两三天比较危险嘛 因为这个体温啊 或身体一些状况 那五天呢 他其实就比较稳定了 嗯 那可以做什么训练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多抱 嗯 多摸 嗯 哦 那甚至他可能听不到 感觉不到没有关系 你一样可以跟他讲讲话 嗯 哦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慢慢的就会开始对于跟人互动的这个部分呢 哦 他就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熟悉那个触感 对 除了妈妈以外 对 那甚至这么小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各种不同方式或姿势来抱他跟抚摸他 嗯 哦 不一定抱得很舒服 甚至会帮他翻来翻去 嗯 模拟他将来再开始学走路的时候 他可能会跟其他的就是兄弟姐妹可能会开始有可能翻 有撞到会滚啊跌倒啊等等 嗯 让他开始从这边去适应 不要说他有一天不小心被压到还是撞到他 嗯 吓到了这只狗可能以后自信心都会有些问题 嗯 所以其实在那么小就可以开始摸跟抱 是 让他开始感觉到人跟他的这个浮沫的这个这个感觉 对 真的 在第五天大的时候慢慢体会到人的手的温度 对 这个感觉 对 其实对于日后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进步 或者说一个熟悉的熟悉度的问题会更棒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待会儿我们先进一份广告 那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访问我们熊爸 那当然我们也开放我们节目的call in 我们call in的电话是02-8369-3398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受医师杨静宇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02-8369-3398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狗狗的行为专家熊爸 那熊爸我想刚刚我们接下来我们刚讨论的问题啊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其实从第五天开始就可以感触到我们四祖跟我们人类跟狗狗的第一次接触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说一般啦 那我想说在这个大小便的训练方式上面有什么一些小的秘诀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如果以这个幼犬的时间点啊 大小便还不可能不是最立即重要的 嗯 因为大家会当然觉得啊这个环境弄脏啊怎么样 为什么说不是立即重要是说你真的要教也很难教 嗯 其实我们讲像我们小小baby人的婴儿可能两岁都还要包尿布 嗯 都还可能会尿裤子 更不要说一个两三个月以下的小狗 是 那当然其实他会慢慢因着他的年纪慢慢长 他越来越会毕业大小便 甚至会有自己的喜好 嗯 他会想要到哪里去上 嗯 那这个时候可能才会有所谓的大小便的训练 嗯 那如果真的要讲这么小狗他怎么教他上厕所 其实只有一个原则 嗯 就是带离他睡觉休息的地方 嗯 以外的地方去上厕所 嗯 这样就是训练了 哦 也就是说他今天假设在床里 在笼子里睡觉休息 嗯 然后他只要出去他的床 嗯 就乱尿了 嗯 主人说的乱尿 但这对我来说 他就是对的 因为他不会在他睡觉休息的地方上厕所 嗯 只要这只狗是这样子的概念 嗯 他基本上以后要教大小便都很容易 哦 因为他的卫生习惯是好的 嗯 其实狗狗上厕所基本上真的不用怎么去教 嗯 因为他天生他是爱干净的 嗯 他不会在他睡觉休息吃饭的地方上厕所 嗯 他会远离这个地方 嗯 所以只要在这么小的时候 在其实像在国外啊 他们狗狗在做培育的时候 就是繁殖的时候呢 嗯 那这些小狗在两个月之前还没离开妈妈 嗯 那他们只要时间一到 就会牵着妈妈 带着小狗 嗯 离开他睡觉休息的地方 是 去上厕所 哦 所以只要是他不会在他睡觉地方 休息地方随便便利 或者尿尿的话 都很好 基本上都是一个可塑制裁 对 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他将来慢慢长大呢 他也会到家里开始比较偏远 边边 远一点的地方去上厕所了 嗯 就不会真的所谓的乱上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 比如尿布尿盆放在这些地方 嗯 他自然就会上去上的机会就很高 就很高了 但是你可以看 像我们台湾很多 我们讲直接宠物店出来的 嗯 他就是在橱窗里面 嗯 在这个笼子里 嗯 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 他没办法出来 对 所以他就变成 他本来好的习惯就没有了 是 他就会直接在他睡觉 休息吃饭的地方大小便 嗯 那当然这样子我们再来教 就会比较 嗯 比较麻烦 对 所以这个年纪的狗 我们要知道他真的不会别 所以不要想说你一带回家 很多主人就这样 一乱上就很生气 就骂他 甚至修理他 嗯 你要去想他就还这么小啊 嗯 如果今天你知道这个小朋友 两岁还在大小便 都被修理应该都会上新闻的吧 嗯 可能小朋友还小 你怎么教他什么 憋什么大小便 啊狗才几个月大 他就一定要会知道会上厕所 对 也就是说在您新养 饲养一个宠物到家里面来新的成员的时候 对 其实他只要不要在他居住 他活动生活睡觉的地方 有这样子的行为 是 其实将来都是可以好好的练习 对 都藉由这种呃远近的距离 好像摆个尿盆 或是尿店 对 他都可以改善 对 那因为他会喜欢去啊 脚踩起来 材质 比较不同的地方上厕所 嗯 所以他慢慢的狗就会挑厨房 嗯 厕所 嗯 因为厨房跟厕所 他的瓷砖跟地板跟 可能跟你客厅就不一样 嗯 可能会找脚踏垫 嗯 那当然如果你有放尿盆 尿布 嗯 之类的 他也很可能就会上去上 去那边上 对 那只要他一上了 记得 嗯 赶快换新的 嗯 弄干净 嗯 他会上的很有成就感 哈哈哈哈 OK 好 我想那个另外啊 在我们这个呃 网路上面有一个蓝星 就Blue Star 那个蓝星呢 还有提一个问题 呃 显然这个问题就是他 我想他们家应该有三只狗 对 那三只狗狗呢 可能有一只狗狗呃 常会被排挤 对 那这样子的话 被排挤这只狗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怎么样能够改善 让这个常被排挤的 这只能够稍微好一点 不要这一天到晚被欺负啊 或者挤在那边边的 其实家里是两只以上的狗啦 嗯 基本上他们就有自己的关系 那我一般来说都不会建议主人要介入狗跟狗之间的相处 嗯 因为人一介入他会变得很复杂 嗯 可能呃 他们本来之间会因为当然也许会有些小争执争吵 嗯 但是他们会在这个行为里面去发展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嗯 但人一介入的时候 比如说啊 哥哥欺负弟弟 嗯 那妈妈就去骂哥哥 哎 你怎么可以这样 嗯 哥哥你怎么可以欺负弟弟 嗯 哥哥欺负弟弟本来就很正常 哈哈哈哈 在自然界里面 对啊 我从小也被姐姐欺负啊 嗯 对不对 但是哥哥一欺负弟弟 妈妈就骂哥哥 你看弟弟就啊 你看 哎 嗯 妈妈还最疼我 嗯 他就不像弟弟啊 嗯 甚至哥哥一怎么样 他可能还会跟哥哥吵架 嗯 因为妈妈会照我 嗯 那当然也有可能今天弟弟凶哥哥 嗯 妈妈就会说 啊你弟弟怎么可以凶哥哥 嗯 可是这弟弟这么强壮 体型身材这么好 嗯 对不对 我已经不是弟弟 我是哥哥 嗯 所以主人你去介入 他会很复杂的 是 那当他们分出一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照 依照这个状况去跟他们相处 这是比较好的态度跟方法 OK 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度介入 反而是亚苗助长 对 好 那我们先接听一下 我们听众朋友赖先生的电话 喂赖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两位 嗯 是 我的哥哥都跟我们睡觉 睡在船上 嗯 会不会被他传染什么 会传染病 哦 还有什么传染病是不是 OK 是是是 还要注意 注意哪些 跟他睡觉 哦 好 好 谢谢你啊 好 赖先生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OK 好 那个赖先生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狗狗呢 因为跟人非常的要好 而且我们也很疼他 所以常常跟他一起睡觉 要注意哪些传染病 以及要注意哪些事情 呃 首先我想说啊 在这个人序共同传染病里面 当然有一些是呃 像这种钩端落旋体 或是像一些寄生虫 比方说像跳蚤 壁尸 或者说像这个呃 呃 回虫 沟虫 这些都是会借由狗狗 而传染到人类 所以因此呢 如果说我们要跟狗狗 维持这么亲密的关系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定期的驱虫 也就是说 把体内体外的寄生虫 要把它驱干净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会传染的 这些细菌 或是呃 病毒之类的疾病 其实严格来讲 并不太多 只要你有做好 每年的这个预防针的注射 啊 我们最可怕 最小心的 就是钩端螺旋体 那钩端螺旋体呢 它是会借由皮肤 就能够传染 所以因此呢 在这个这么亲密的 这样子的一个 接触的行为当中 其实只要把寄生虫 还有一些预防针做好 那当然呃 过度的亲密 还是要有一点点距离吧 熊巴 也就是说 不能说拿一个冰淇淋 你一口我一口啊 这样子的确 因为在口腔里面 就很多细菌存在 有适当的距离 还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啊 所以一起睡觉 OK 但是不要这种呃 太过度玩一些轻轻啦 或一起吃一个东西 那这样子的确 也是不太好的 好 我们能谢谢我们赖先生 好 那接下来我想 请问一下熊巴 嗯 就是在这个呃 我们刚讲说 不要被排挤 或什么 我们人不要主动介入 因此一旦介入之后 他们反而会把他们的关系 原本的次序会弄乱 对很复杂 对 那被排挤 这个一直到晚被欺负 那怎么办呢 呃 其实在他们的社会里面 嗯 本来就会有啊 比如说一些所谓的 阶级地位的高低 嗯 因为主人只有一个 嗯 那主人来的时候 谁可以先被主人摸 嗯 或者是真的吃东西的时候 谁要先吃 嗯 那他们本来就有一个这样的秩序 嗯 这样的顺序 嗯 他会让哥哥姐姐先吃 嗯 或是让哥哥姐姐先让主人摸 嗯 因为哥哥姐姐离开了 嗯 他才会去 嗯 其实他不会有这么多 呃 心理上的这种挫折 嗯 那为什么会有心理上的挫折 就是他本来的认知 他认为我现在可以 怎么现在不行 不行 嗯 那也就是说主人一直强调公平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竞争的情况 嗯 那现在很简单 反正你来了 我也不会先摸你 嗯 他就他就会知道 也许他一开始会 感觉好像心情不好 嗯 但以后他会看到 哎 哥哥姐姐先去了 我就等一下 嗯 等他们都不在了 我再偷偷的过去 嗯 其实这样没有什么问题 嗯 不会有这么多的挫折产生 因为他会知道我在这个家 所以熊帆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反而要主持公平正义 对 就说 哎 我来了最弱小 我先摸 对 其实反而把他们次序弄 对 我们讲一个很简单 比如说 就是家里的哥哥跟弟弟 我们讲人的小朋友 嗯 就这个弟弟就跑来告状 嗯 说哥哥怎样怎样怎样 嗯 那妈妈就说 你自己去跟哥哥讲 嗯 他下次不会告状 他会去求哥哥 哥哥这个给我玩一下好不好 嗯 因为哥哥觉得 嗯 只是弟弟很有礼貌 嗯 好 我让你玩 还是干嘛 嗯 但是如果一告状 爸妈就 哎 你怎么不给他 你大的要让小的 谁说大的一定要让小的 爸妈 你下次不在 你看我怎么欺负他 就算这次我让了 下次你再来看 对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本来就应该有 这样子的一个 呃 次序跟顺序 他们之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 嗯 那我们就符合他这样的方式 嗯 好 那好了 之后就知道谁挤最前面 嗯 甚至他可能最凶的 嗯 那我们就先摸你 嗯 好 那其他的就后面 依序这样子 对 反而把他们的秩序维持一个非常好的 对 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自信性的问题 嗯 因为他会知道我应该怎么在这个家生活 嗯 我本来就是老三 对 所以我也不想要去争变第二季 我也不会争 对 那我就等 大哥二哥 嗯 不在 我再过去 嗯 就好 反而是好的 是 好 那这位蓝星朋友呢 我想熊爸也回答您这样子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也一样的会接受我们大家的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call in专线是0283693398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受益师杨静宇 我们接下来呢 也持续会接受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的电话是83693398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 特别来宾是宠物行为专家 熊爸 熊爸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啦 就是说因为时间有限 我想说呢 你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重点的整理 嗯 从这个狗狗离开了兄弟姐妹 对 然后离开了妈妈 然后呢 到我们家里面来 是 当我们这一个 我们常讲说 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点 对不对 就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个新的一个狗狗 到我们一个新的家庭里面来 有哪几件事情 是我们要教导他也好 或是能够跟我们更契合的 这样子的一个 呃这种希望他能表现的 好 那由他写的重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就照杨医师说的 不能输在起跑点的这一点来说 就错了 不是 就只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就是社会化 哦 社会化 没有别的 嗯 我刚刚前面有讲 其实当然主人会有一些什么 大小便啊 吠叫啊 或者说他可能有焦虑问题啊 等等 嗯 其实 社会化永远都是四个月以下的小狗 最需要认真做的一件事 嗯 其实就像我们家雄三 我带他回来说 也大概一个多月 从收容所出来的 嗯 那当时我 呃 看上 看到他的时候呢 当时收容所的受益 就先帮他打了预防针 嗯 那我心里讲很简单嘛 他如果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还在 嗯 他应该就在 如果不在 就是他可能 就所谓的传染性的疾病了 是 那 很好 我两个礼拜带他回家 嗯 那我每天啊 至少带他外出六次以上 嗯 那你们相处一定非常的好 呃 因为必须要让他大量的对外界 接触外界 对 嗯 在他这么小 因为再来真的都来不及 所以社会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对 好 那我们先 我们先接听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喂 郑小姐你好 喂 你好 哎 你好 我想要询问说 我养的猫好 很爱咬电线 嗯 然后一堆电 什么电线都咬 大小条都咬 是 然后有包那种防咬的了 可是他也会去咬那种防咬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 阻止他这样继续咬下去 好 他有没有咬什么缝线啊 或者毛线之类的 嗯 不会 可是他会去咬那个充电线 就是我手机的充电线 没有 没有被电到过吗 充电线还好 如果真的咬那个冰箱的电源线就惨了 嗯 都放在桌上他就咬了 OK 好 一回头就断了 好 来我们请熊爸帮您回答 好 其实猫跟狗狗很不一样的是 狗今天咬这些电线很可能都是咬给你看 或者是他真的无聊去咬 嗯 那但是这个狗他需要的是人的陪伴安慰 嗯 好 那猫呢当然他也需要主人 可是呢 在环境上对他来讲是更重要的 嗯 也就是说一样 你现在给这个猫的环境 嗯 不是他喜欢的 嗯 或者是每天的活动 嗯 游乐 嗯 太少 嗯 他只能找这些事 那刚好在某一次他咬了这个电线 嗯 从这里得到了咬电线的快感 嗯 他就开始会做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很简单 像这样家里养猫的啊 嗯 真的要尽量要有所谓的五星级的设备 嗯 嗯 是 就是要很多的 比如说高台 嗯 跳台 嗯 猫抓板 嗯 然后这一些各种样式不同 甚至材质不同的猫抓板 因为你要 你很难去知道 他到底喜欢抓哪一个 嗯 那让他去试 嗯 然后呢 有机会呢 那你就陪他玩一下 这个动猫棒啊 等等 是 让他可以在这一些事情上得到 嗯 抒发 嗯 那相对的环境 他就比较不会去有这种破坏的行为 嗯 对 因为其实我 我在我医疗方面了 嗯 我们常常在猫 有时候比方说 我曾经 吞了 就是那个 线 线 然后吞塑胶带 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咬电线被电到 电到 那舌头裂一半 烧到 对对对 只剩一半的半截 所以真的猫咪 他对咬东西 就像熊爸讲的 我个人觉得 狗狗咬东西可能是 吸引你主人的注意 对 其实猫的话 真的有的时候是一个 可能是精神无法发泄 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主人常会讲 就我刚刚有提到 他说有啊 我有给他猫抓板啊 然后我有给他玩具啊 但猫很挑 就是你有给他 但是搞不好 你还要再去多准备一些 因为那个猫抓板 他抓起来 他材质其实是都不一样 是 每一只猫的喜欢度都不太一样 对 你给他一个猫抓板 你说他都不抓 那其实答案很简单 你再换吧 换到他喜欢抓的那一款 就对了 他会很专心的抓 对 他不是一定要你陪他玩 但是你给我的这个东西 我就不喜欢 所以他很挑的 那你尽量都要搞 找各种不同的设施 对他 所以郑小姐 就是说可能再多准备一两个 让他有兴趣 喜欢玩的东西 或许他对于我们这个 手机的充电线 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真的也要小心 就是说不能去吞一些 线团的物质 毛线 缝衣服线 也曾经有连针一起吞进去 而且我很讶异 他从食道那根针 从食道一路到胃 还到十二指肠 都没有穿出去 我真的是很佩服 猫的天生的本能 好 那也就说对于我们这个 刚刚谈到就好的开始 成功的一半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好谈完 但是要注意的第一点 熊爸提醒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社会化 让他多接触到外界 这个形形色色的一个世界 让他把他的注意力 他的专心度 都能够跟我们这个社会 来契合来融合 好 谢谢今天熊爸来我们节目现场 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 这边呢 我先卖一个关子 我们下个礼拜来 特别来宾 特别来宾 非常非常特别 他是我们台湾受益界的老师 就是刘振轩刘老师 他呢 另外带了一个他所 在跟随刘老师的一个 博士班的学生 他们的强项是什么呢 就是受医的法医学 大概没听过吧 就是说 像我们受医师 他有内科 什么眼科 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最近 有一个受医法医学的一个 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出来 好 那所以呢 下个礼拜一的这个晚上呢 我们会请两位博士生 就是说博士的老师们呢 来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受医法医学 在现在我们的这个动保方面 一些受虐案件 有如何非常举足轻重的 这个重要性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每个宝贝都值得最好的 爱他就是一辈子 本节目由全能狗S冠名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